为你报道财经新闻 根据《华尔加日报》报导 Chipoli首席执行官布莱恩·尼科尔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该年锁店今年可能会再次加价 以抵消不断上涨的工资和食品成本 他认为通胀不会是暂时性 位于加州新港滩的Chipoli表示 加价有助于提升这段时间的销售额 目前Chipoli正在进行未来一年内 增加几百家门店的计划 该公司在2021年12月加价4% 与上年同期相比 餐牌上的价格 现时总体上涨了一成左右 在这段期间 Chipoli的铜店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5.2% 在截至到12月31日的第四财季 Chipoli经过一次性项目调整之后 每股收益达到5.500美元 据FactSats的报导 超过分析师先前预期的每股收益5.25美元 Chipoli当季净利润为1.335亿美元 这间年锁店的总销售额为20亿美元 高过预期 Chipoli股价在星期二盘后交易中上涨7% 升至到1,556元 今年至今Chipoli股价已经累计下跌了超过一成六 因为投资者越来越担心成本上升 对于餐厅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